好 觀眾 需帶您關心金華城安的最新進展 就在今天呢 檢方在上午的時候是約談了三名證人 包含的是國土署的都市計畫組的科長 還有北市都法局的成員 以及的是威京集團的法務經理 那在下午的時候呢 其實檢方也是再度的來約談一名證人 那他的身份呢 其實是金華城的監察人張志成 張志成的話 我們要特別跟大家提到 其實他是整起金華城安中的被告之一 先前還有250萬交保 不過今天呢 是以證人的身份再度的來遭到約談 那今天北檢呢 是來約談這四名證人 顯示什麼 顯示整起金華城安中 現在似乎還在偵查的階段當中 所以說距離起訴呢 恐怕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切入呢 其實在今天 北檢呢 其實也公布了 他們申請延壓的計畫 那也就是呢 在現在呢 其實已經針對金華城安的第一波再壓被告 也就是應小微以及沈慶經等人呢 已經來申請這個延長積壓了 那應小微跟沈慶經呢 現在這個北院 也已經裁定他們的這個積壓庭的時間 也已經出爐了 沈慶經呢 將會在明天下午的3點30分 來召開他的延壓庭 那麼應小微的部分呢 則是在後天的部分呢 在早上的10點50分也會來召開延壓庭 至於第一波再壓被告中 還有一名 也就是這個應小微的助理吳順明呢 他這次不在這個延長積壓的名單當中 因為北檢認為呢 其實這個吳順明呢 已經將整齊案件全盤拖出 就算呢 有這個延壓的市郵 現在也沒有延壓的必要 所以說 現在呢 他們要來幫吳順明申請聚保停壓 那就是第一波被告的部分 所以說 我們綜合以上來看 現在這整齊被告 這整齊案件當中呢 這些第一波再壓被告 是跟案件比較有強烈相關性的 現在北檢呢 都是態度相當的堅決 都是要來繼續延壓的喔 那我們可以關注到的是第二波再壓被告 也就是柯文哲和彭政生的部分喔 可能會在10月底 也就是28號到31號之間 也有可能來繼續召開延壓庭 那如果說這一次第一波延壓 第一波延壓庭 也就是應小微和審計金 如果都順利的繼續來被延長積壓的話 柯文哲呢 恐怕也是在劫難逃 那所以說 現在呢 檢方要持續的來進行延壓 為的呢 就是要搜集更多的金流證據 包含的是現在柯文哲的貼身帳房橘子都還持續的滯留在日本 而橘子身上呢 現在也被周刊爆出 還有一支關鍵的USB以及大量的現金 而且呢 似乎當時呢 柯文哲也已經 嗅到了不尋常的氣息才趕緊叫他出國 所以說現在呢 橘子恐怕知道非常多的事情 那檢方呢 現在也是積極的想要策動他 趕快回來來做說明 所以說現在北檢也已經將橘子 給列為全案的被告了喔 那現在橘子呢 到底要不要回來 那什麼時候才可以來釐清這些金流的問題 恐怕都是檢方下一步要追查的重點之一了